这场战争已经脱离普丁的设想了 普丁原本设定是 如果能在72小时内结束就结束 如果不能的话 他就从有线战争进入到无线战争 进入到无线战争才会有这种吗 乌克兰驻美国的大使去指控 俄罗斯丢下这个炸弹之父真空弹 那现在也进入到核弹 你怎么看 因为普丁不能输耶 他输了就下台了耶 其实郑浩讲完全没错 普丁完全不能输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军事分析师 就说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一个战争 第二阶段战争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俄罗斯一定会再派入大批的 这个军力前往这个乌克兰 所以包括现在有65公里长的车队 这已经是卫星图都照到了 65公里长的一个车队 经由这个白俄罗斯在前往乌克兰的路上 那再来他其实已经开始轰炸 所谓的都会区了 其实在第一阶段我们看到 可能有一些物色的一些状况 甚至于这个数量是比较少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包括在那个昨天的哈尔基夫等等 都有遭受到大批大批的 这个炮打或者是这个飞弹攻击的一个状况 这是都会区 其实死的是乌克兰的老百姓 而且现在乌克兰确实有统计 死了已经有三四百个乌克兰的平民 而且包括什么十几位这个孩童 所以确实这个状况变得很遗憾 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普丁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选择说已经要决战胜负了 因为其实现在他的 就已经完成跟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的 那个落差非常明显 我举个例子 他完成了什么事情 他完成了第一个 他基本上团结了欧洲 就是你知道连土耳其跟希腊 已经打了那几十年战争的人 都已经出来讲说我们共同谴责 这个俄罗斯 芬兰跟这个瑞典都说 他们有可能要加入北约了 然后连这个跟黄义基分析很好 瑞士都说我不要再中立了 那所以第一个他团结了欧洲 第二个他让德国付出 就是说德国的状况 其实他们因为二战的关系 基本上他们完全没有投入自己的国防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说我要投入我们的国防 而且我们要做好就是一个国防大国的一个准备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 其实德国做了一个宣布 我看这几天媒体比较少报道 他基本上说他2035年要能源独立 那所以如果他们在能源方面可以独立的话 对基本上他就不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了 那其实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不输出德国的话 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把柄了 就是对于德国的一个把柄 那再来他完成了什么 他完成了整个俄罗斯经济的一个崩盘 所以包括股市根本就不开了啦 股市现在说我们再私考一下状况 对哪有股市这样的 他先星期没开嘛对不对 然后星期二说早上九点钟 我们再做决定说要不要开 所以股盘已经不开了 第二个他的货币值已经跌了两成五了 所以包括在俄罗斯银行外面 都有人在排队在领钱 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整个GDP 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说要下滑5%啦 但是至于说会不会下滑10% 15%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 那搭配上他像物价膨胀 是大幅大幅的提升 包括他的银行的利率 现在都已经涨到快20%的一个左右 所以你说俄罗斯的经济 能长期遭受这些打击 还能活得下去吗 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其实对于俄罗斯的权力架构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还要得罪谁 他得罪了俄罗斯的权贵 所以俄罗斯的权贵 以前刚才几个小时前 就两个 是跟过去跟普丁非常好 甚至一起去骑马打猎等等等等 都出来说拜托拜托 你停止这个战争好不好 他们已经亏损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俄罗斯是一个权贵治国的一个地方 所以权贵全部逃了之后 其实普丁就剩下就是没有人支持他了 所以他完成了很多不同的事项 但他还没有完成什么呢 他还没有完成就是征服乌克兰 所以那个完成跟没有完成的对比 现在真的画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像美国真的非常担心 就是这个第二阶段的战争 因为普丁如果不能输这场战争 如果一定要台阶下的话 第一个台阶下 有一个可能就在谈判桌上 但谈判桌他目前提出的 我觉得这些选择可能是乌克兰没办法 任何主权独立国家都没办法接受的 但第二部分当然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去这个战胜的话 我想他自己在俄罗斯内部的一个权力就不稳了 那权力不稳的话 其实基本来说 他十几年来所塑造的一个政治的体制 就会崩盘了 那这崩盘我想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后遗症 所以我觉得现在普丁真的是完全的灌注这个状况 那这状况怎么去研发 我自己认为我是对乌克兰非常有信心的 我认为乌克兰的胜利就是民主国家胜利 民主国家胜利其实也就是台湾的一个胜利 所以我对乌克兰是完全有信心的